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很多人關心書案 一十年來 很多人投入 可是法庭的事情 永遠不是我們說的準 總是要作弄我們 繼續的在法庭裡面翻滾 很多關心的人都很焦慮 所以這次特別安排一個牌制的活動 讓所有願意關心的人都可以出來 互相認識 大家談一談聊聊天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參與的機會 在台北的地標101前面 牌制也希望讓一些 讓一些外國的關心的人 能夠注意到這個事情的發展 很謝謝那麼多不認識的人 然後他願意出來支持司法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然後這個案子已經二十年了 然後這中間太多的不幸跟無奈還有悲哀 可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要對於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還有嚴守證據法則 就是要支持 然後我希望說正義在明天 明天的明天永遠存在 我希望真的是老財我心裡的第一個願望 我希望在明天 明天的明天 我們的司法正義永存 謝謝各位 我是AIS實習生 然後在就是偶然機會下 然後我去了蘇建和的開庭的那個案件 然後後來我也跟蘇建和見過幾次 沒有雖然沒有跟他講上話 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認同這個人還有他背後的一切 就是過去這幾年來 包括斯改會做出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來這邊參加這個活動 是對他們的支持是有意義的 然後也跟我個人理念相比 繼續加油 繼續加油 還是感謝大家 多謝支持我們還有幫助我們 然後講真的 司法改革不是我們三個人 而是關係到全民的權益 然後大家也加油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在學校就是因為 有就是聽過幾次他們來演講這樣子 然後也就是從高中聽到蕭律師來我們學校演講 然後就已經對這個案子就是有在注意 然後最近又因為就是跟二審跟三審這樣審判 然後就想說一直沒有結束 所以就是一直都有在follow那個小組的活動 然後希望可以就是替他們加油打氣 然後希望這個案子走日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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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到很多很多人 還關心我們的幸福 我們會幸福未來 因為看到越多的我們幸福會越過愛 會想說 那麼多的那個幸福就為了救我們的幸福 有時候我們對大家 其實我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東西來形容過 我對你們大家的感覺 那今天就可能是要 再次謝謝你們大家 當作為各位的關係 然後謝謝 我其實自己反而就有再關心蘇丸 然後會來參加是因為 是因為我在仁本教育基金會擔任活動人 然後就跟著基金會的一些好朋友一起來參加 然後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然後自己雖然沒辦法 自己雖然沒辦法參與就是 判決這件事情也沒辦法改變 但是覺得大家聚在一起發出聲音 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是在仁本教育基金會實習的實習生 那我小時候有耳聞過書案那件事情 可是我對書案其實不是很了解 不過就是最近開始實習 然後因為辦活動 所以開始有看書啊 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案情的發生的經過 所以就是現在才開始認識 就我所知道的部分 我當然會覺得就是希望司法真的要公正 然後無罪推定原則 這真的很重要 對 本來就覺得就是 就算是老師也應該要參與社會的行動啊 對然後那 自己這一塊在司法上的那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我參與的比較少 然後有機會我就可以來 而且其實只要很簡單的走出來 然後穿著白T恤 對我會覺得就是這樣子就夠了 就是我就說其實這是我能做的 我一定要來這樣子 嗯 對